回来了 你给我发电话就说就两个 你看看这多少个 买这么多 买过就忘了 我看看这都啥我都忘了 哎呦这什么野生的 这什么 针子是吧 这是什么东西 一会儿吧 一会儿让朋友们看看我买的啥 因为过年了好多都是年货 你等着到年根买就已经晚了 像这东西应该提前买 给我发展信两个 我这一看 一个还有还有 还有七个 哎呀 累坏了 累不是不累 心累 一看我买东西你就烦 买有用的又不烦 一会儿看看有没有用 但是手烫开始开箱 快过年了 再买的提前买上它 马上就腊肠了 核桃仁 那罐让老李吃完了 又买一罐 来看看这个是什么 看看两条小鱼 过年了 家里挂点这样的挂价 又喜庆又吉祥啊 年年有余 正好质量也挺好的 哎呀 放这吧 看看 还送了两个这样的钩子啊 再粘贴的钩子 这个 这个是黄瓜籽粉啊 有好多朋友让我吃这个黄瓜籽啊 因为我的腿膝盖不好嘛 小的时候家里养鸡 有的时候那个鸡腿啊 还有鸡爪子哪儿不好了 我妈就给鸡 喂几粒这个黄瓜籽 自然就好了 这个网友推荐的啊 我就想起来小时候的事 这个吃吃吃吃啊 黄瓜籽粉 嗯 一会打开看看什么样啊 先把包装打开 打开以后呢 再看看里边什么样啊 我又发现了这种核桃仁啊 这种核桃仁我从来没吃过 我先试吃一下 好吃呢 就推荐给朋友们啊 我看这个颜色呢 比较甜 光核桃仁就买了两种 这是买了三包 这是什么 上面写的野生啊 马上就过年了 很快 这些东西呢 陆陆续续的也该买了 这个是野生的榛子啊 这个榛子不是很大 但是呢 也不是很小的那种啊 一会尝一下 榛子小时候很爱吃的 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家山上就有了 这个榛子 哇 还送了一个夹子 来看看这个啊 哇 这个好东西啊 这个是计时器 咱们平常做饭 有的时候蒸馒头啊 或者煮粥啊 或者是煮肉啊 经常红锅 没有一个计时器 我一发现这个计时器 我就立马下单了啊 因为它呢 你可以就是自己调多长时间 然后它就自己自动想啊 这个呢 也可以挂起来 然后也可以立起来 一会咱们试一下啊 我就想起来 原来在老房子的时候 邻居呢 猪海参都能给煮的这个干锅了 在楼上闻着有糊味了 到楼下 她家门一敲 哎呀 我说 嫂子你家好像什么东西糊了 她说啊 想起来了 我的海参 海参糊了 白瞎了 太可惜了 有了这个就没事的 有了这个就不会糊锅了 前几天去我婆婆家也是 她煮的什么东西又糊锅了 别说咱脑子了 就是年轻人脑子也不那么好使 因为你不可能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在那儿看着 嗯 好了 那么咱们现在再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是我挺喜欢的 这个是 看这个不错吧 这是一个斧子啊 下面还带两个那个碎子 咱们再看看这个大的啊 这个大的是什么东西 这也是个斧子啊 这个斧子比刚才那样还大一点啊 过年了家里多挂点这个什么斧子啊 鱼啊 这些东西啊 吉祥 喜庆 其实不光是咱们中国人喜欢这种 节日的气氛啊 在美国 她圣诞节呢 接近两个月人家就开始商场固制圣诞节 大马路上都能看到这个圣诞节的这个装饰 很早很早就有这个圣诞节的气氛 我开始品尝食物了啊 哈哈哈 哎呀 先把这小鱼展示一下啊 做的挺精致的啊 可以贴到任何的地方啊 家里过年了喜庆 过年呢 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最大的节日 一定要弄的红红火火 咱们现在呢 生活都好了 也要注重一下这个精神享受 到过年过节一定要有节日的气氛 要有一事感 家里呢 挂上这些红红火火的这个吉祥物 你心情也好 这一年你肯定顺顺当当 吉祥如意 这个福字我也打开看一下吧 但是我今天先不挂啊 我一定要把这个家里卫生打扫干净以后 再把这些福字啊 还有这个鱼啊 春莲啊 再挂上 现在先不挂 但是先打开让朋友们看一下啊 我买了两个这个福字啊 刚才老李又叨叨我了 买一个福字就行了 买两个 多了 这个东西哈 它还有多吗 你挂客厅一个 挂卧室一个 书房再挂一个 卧室还有两个卧室 对不对 也送了个挂头啊 然后你像这些东西挂件都自己插上就行 配了几个环 然后把这环穿进去 这个呢就完全安好了啊 这个可以挂在卧室门 然后客厅再挂一个 两个我觉得都不多 老李还想我多了 刚刚洗了手啊 我现在开始尝一下啊 吃一下这些东西 这个核桃仁 他是去了那个外边那个核桃衣啊 嗯 就是好吃 你尝尝这个 这种贵是吧 那肯定贵 嗯 挺好吃的 这个一包哈是130克的 是非油炸 群蜂蜜 一下买了三包 这边没有那份甜 是不是啊 对 现在尝一下这个珍子 东北珍子啊 它是野生的 不是那美国大珍子那么大的 嗯 挺成的啊 我们小时候就吃这样的珍子 就这么大 哎呀 挺成 嗯 挺好 挺饱满 很好加 皮不厚 看这人挺大的啊 都很饱满 你看这个个饱满啊 去年买的大珍子哈 还是在一个这个大咖直播间里买的 那人60%的人 你看这个个个饱满 嗯 真好 这珍子好啊 这推荐啊 绝对推荐 不要认大的啊 大的 绝对是重的 这个是野生的 我吃了这几个 没有一个是60%甚至80%的人 都是100%的人 嗯 成熟度很好 这个珍子真好啊 特别饱满 炒的火候也正好 现在再吃一下这个黄瓜子粉 密封的很好 一开盖哈 特别新鲜 它的味道 来一勺啊 嗯 黄瓜 黄瓜的清香味真好 先来一勺尝尝啊 我看一下配料表啊 这个配料表也是只有黄瓜籽啊 没有任何的东西 这个呢 也可以加奶 加糖 加蜂蜜 加到粥里喝都行啊 主要它这个味儿 清香味儿还挺好的啊 有点烫 我一会儿再喝 咱们再展示一下这个啊 它是可以磁吸的 咱们就粘在冰箱上就行 粒在这儿也可以啊 这是两用的啊 看见了吧 那老李 来帮我一下 看它怎么操作 让老李来演示一下 这个就是先顺势针扭到55 啊 扭到55以后啊 完了再定着想 多少度就往回扭 那定到 定到5分钟 到这儿行了 5分钟 好那咱就定5分钟啊 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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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太好喝了 特别清香的味道 这个黄瓜籽粉 推荐给朋友们啊 其实我以前喝过黄瓜籽粉 它那个口感啊 就不好 让你喝不下去的感觉 剩了一大半啊 就不喝了 时间长过期了 但这个呢 它有股清香 黄瓜的清香味 很好喝 而且这个粉特别细啊 嗯 没有渣子 好了今天买这些东西啊 都挺可心的 质量都挺好的啊 我买这些东西呢 我都要看它的评论 评分有很多 都是百分之百好评的 我才下单 下的单好 我尝一下好 然后我就挂在车上 朋友们就可以到我的厨窗里去下单 好了今天购物呢 都挺满意 老李呢也没有说我啊 只是说那个福字 嫌我买多了 我说一点都不多 今天买了这么多单 老李没批评我 这已经就是很好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吧 感谢收看下期见 拜拜